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先拍一張網絲 其實這次釋法是完全沒有需要的 這件案件已經是法庭 法官已經審了 現在是在寫著判詞 梁振英是原素人來的 他申請的 他和弘國強 既然法庭申請這個司法覆核 當然是交給法官處理 其實這件案件關於什麼呢 就是這兩個年青的議員 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不是已經構成了他們拒絕 或者忽略去宣誓 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法官當然要解釋這條法例很容易 看完法例怎麼解釋 他就看他的行為是不是構成 如果是構成了 他就失了議員的資格 很可能的法官是判這樣判的 那便已經解釋了問題 但是呢 楊愛思說 不怕一萬 最怕萬一 意思就是萬一的法官不是這樣判 那便上訴 萬一的上訴庭又不會做 那便上訴就終審庭 萬一的終審庭都錯又怎樣 這個就是正正的老平 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和我問這個問題的 因為我那時候呢 起草基本法去到解釋權這裡 我整個上訴 一個人和他們爭竹一個上訴 我就說既然聯合聲明 說明香港的法制就是普通法 所有全世界普通法的國家或者地區 所有法律的解釋權 包括憲法 都是只有一類人可以解釋的 就是法庭 就是法官 那便行普通法 便法官解釋 所以本法的解釋權 便屬於香港的法庭 第一條我說要這樣寫 如果寫的話 第二條都不需要 但他說不行 爭竹一個上訴 那天晚上的時候呢 吳建帆就跟我說 他說李委員 你不可以這樣寫下去 我們永遠不會贊成的 因為中國的憲法 就將這個解釋權 它不只是香港的基本法的 他說全中國 所有全國都適用的法律 就叫做基本法 你們只不過是其中一條 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憲政區的基本法 那麼我們其他的基本法呢 所有的解釋權呢 都是人大 所謂 和最高副人民法院 和國務院 即是冷靜立法司法 都可以解釋這基本法的 他說如果你們這麼大反應呢 我們已經讓一個讓步 最高人民法院都不解釋 你們的基本法 國務院都不解釋 但是人大常委呢 是我們全國這個機構 是最高的機關來的 一定要解釋權屬於他們的 但是呢 他說我們可以將這個權 授權給特區法庭 所以呢 第二條就這樣寫了 但是他又限住的 有些自治範圍內那些 那些自治範圍內的 他說難道你那個人大常委 天天坐在那等我們香港的法庭嗎 每一次說基本法解釋權 任何一條 你們就來解釋嗎 所以知道不對勁了 那又再寫下去了 這句不要說那麼長 你回去慢慢看 才有興趣的 所以寫得是一條一條 一步一步落的 所以他就老皮就說 如果你中心庭都錯 而是涉及一些 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問題 令到我們香港法庭 真是錯了 怎麼搞 所以他就說 最終我們把尾門 我們把尾關 去到中心庭的時候 中心庭就不可以解釋 基本法有關我們中央政府 處理的事務的條文 和中港關係的條文 基本法的條文 這兩類的條文 去到終極的審判的時候 就要中心庭交給人大常委釋法 所以第四次釋法 江國議案已經做到 本來就已經解決了問題 這次他是乘機趁機會 趁著這兩個 有些人說他們是小學雞 趁著小學雞在搞搞陣 乘機就說這件是大件事 有關國家安全 有關國家統一的大問題 將我們被迫出手 將責任交給這兩個年齊人 我不同意他們所作所為 但是這兩個小學雞 會不會搞到人大常委出手 泱泱大國 為什麼你們要跟他們玩什麼呢 所以他們根本利用他們兩個 做錯一件事 利用而已 是藉口而已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其實很容易看到的 他就是將來呢 將一個權 就是說他們決定 某一個人贏了選舉 給不給他做議員這個權 不是交給法庭處理 不是交給法庭跟著這個宣誓法處理 而是交給立法會的秘書 一個人決定 就是秘書長 將來的秘書長一定是共產黨員 將來一定是 我們有幾個月前 他們報名的時候已經記得了 他做了一個確認書 確認書又是給了一個權 公務員 給那些 主任 選舉主任 公務員 給他們決定 某一個人你想參選立法會議員 你說預備肯宣誓 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 要他決定你有沒有這樣的真心 如果他說你沒有這樣的誠意 他就不讓你參選 就讓公務員決定這個問題 將來這一類的公務員 又是共產黨 你問我怎麼知道現在不是 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想圓禮他們 將來一定是 即是說呢 將來是決定任何一個人 給不給他參選立法會選舉 或者行政長官選舉 甚至區議會選舉 都是一個公務員決定的 如果你過了關 真的選舉贏了 給不給你進去議會呢 又是另外一個公務員決定的 其實他就是想這樣 將來是很大的事 將來23條立法 民主派所有參選的議員的人 當然是說反對23條立法 如果那時候還沒立的話 23條是基本法的一部分 你又想做立法會議員 你又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 那就是你沒有誠意 擁護基本法 那又是不給你參選 將來一路這樣下去 一路這樣下去 是無限的 所以他現在呢 從上拿了這個權 人大常委 拿了這個權 使用了他 那以後呢 他就不需要擔心了 以後的法官 他怕法官 現在不到法官派 是公務員會 是公務員會 本來這個法例 如果你說運作都不好 就立法會修改 又將這個權力拿回 他不用修改 他自己跟你釋法 解決了 所以這次釋法呢 架空了我們立法會 架空了我們的法庭 所以呢 我認為這麼多次釋法之中 這一次是最不應該做的 對我們香港一國兩制傷害最大的 不好意思各位這麼多